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汉光29号演习 今天在新竹空军基地 联合举行空降以及反空降作战演习 那么因为今天风速过大 取消了跳伞演练 但是反空降演练还是照常进行 模拟执行投弹 并走目标 空中F-16模拟敌方投弹攻击机场 地面防空部队则以剑一飞弹迎击 还有地面烟雾车 并排前进喷出大量白烟进行扰敌工作 这是今年汉光演习在新竹举行的 空降与反空降作战演习 但是由于今天风速过大 跳伞演练在安全考量下被迫取消 7点50分的时候我们测出来 地面的风速是17里风 超出我们空降作战地面风速13里的标准 17里风等于人员着陆之后 它是已被时速将近30公里以上的时速 在地面拖行 来看看这位已经37岁的女士官长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 但体能还是非常好 被问起当军人的必备条件 她说 就是要有热情 就是这份热情 每天坚持5000公尺跑步 还有福利挺身 仰卧起坐 也让她成功拿下国军体能 个人三项满百 我们中队会把所有人的成绩 都贴在公布栏 所以弟兄们都会去看说 大家的成绩如何 所以他们看到我都会蛮吓一跳的 这场作战演习结合空军 陆军特战 化学兵 工兵 动员超过2000名士兵 用实际演练 弱使国军平时训练的成果 新唐美女海电视 蛇之城林秋霞 台湾新竹报道